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报鸡丁这道菜是四川的传统名菜 清朝时候丁宝珍任四川省中都他的家畜所创制的一道 用鸡腿加花生干辣椒而做的一道菜 丁宝人人称丁宫堡 所以后人就把这道菜取名叫宫堡鸡丁 大式的菜加上的味不是鱼锅 宫堡鸡丁的主料是鸡腿 它吃起肉要火烫一些 去锅 斩断它的筋锅 两面用刀配合鸡鸡肉 把它剁成四分煎方斤 把味加点点水 用水分它再吸了 再把点盐 酱油 上水豆粉 把它抓均匀 配料里面就是用盐炒过的花生米 花椒 干红辣椒 大葱 切成四分煎方的尖 生姜 蒜 切成四分煎方的一片 现在就是兑碗前 放点盐 白糖 醋 醬油 生抽 水豆粉 鲜糖 糖跟醋的比例相当关键的 一勺糖 一勺半 醋 栗子味就是酸 甜中带汗 如果是烟味不够 那么就成了汤醋 弄到鸡丁 是用菜籽油和花椎油炒出来才香 结合短炒 鸡丁下锅只要几十秒钟就要起锅 流程油 温度油下锅 鸡丁 干辣椒 花椒 姜蒜盘 炒下去 炒成中文色的时候 炒成大葱丁 最后的碗子 通一之后推断 接下 八成里 通一颜薄皮和酒 成菜装盘 鸡丁 鸡丁 这道菜 入口的时候 先要感觉来酸 然后再感觉要甜 天安中带汗 它就带鲜利子的味道 三脂 土油 色彩 中红色 鸡丁 花嫩